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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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油沸出 就可以把剝殼的蝦 加上蛋漿 加上生粉, 放進去炸 媽媽, 小心點 你右邊肩膀這裡痛, 你用左邊 日常忘記, 習慣了 我已經吃了止痛藥好一點 不如我把蝦放在你的左邊 你就不會忘記你用左手 好… 手又肩膀痛, 手肘這裡也痛 痛得好像手腕也痛, 真麻煩 對, 手腕也痛了, 為何會這麼麻煩 當然麻煩, 你們兩個豬隊友 只會站著看著我媽媽在這裡做 有沒有幫我? 我媽媽參加個人組和親子組有什麼分別? 對手有分別, 對手比較弱 好像是 不是, 我是說親子組有三對手一起做 個人組只有一對 我看了這麼久 只看到我媽媽的一隻手在做 你們兩個, 兩對手, 會在哪裡? 別吵了…又滾了… 放蝦下去而已 怎麼了?媽媽 我左邊的肩膀也痛… 兩邊都痛? 行了, 搞定了 那就是完全不用煮了 沒手了, 都…關火了 弟弟, 你就關了我們比賽的火 為何你又在這裡放火呢? 火一直在哪裡? 火一直在媽媽 他現在對手已經傷了 你是不是這樣逼他上場比賽? 我也有火的 那些牌子是我弄的, 你看看 媽媽, 你的風濕是不是嚴重了? 這樣是不是要等不再下雨 我的風濕才會痊癒? 媽媽, 如果過了兩天還下雨 那就大件事了 那怎麼辦? 最怕的, 媽媽可能不是普通的風濕 那…那是什麼? 雷風濕性關節炎 那跟風濕有什麼分別?不一樣嗎? 不同, 這裡就說 雷風濕性關節炎 通常身體兩邊同樣的關節都會痛 那媽媽真的中了 那會不會嚴重過普通的風濕? 網上這裡說這個病是不能斷尾的 要一直吃藥, 長期吃藥 真的停了雨也不會好嗎? 是呀, 如果不及早醫 關節會變形的 然後吃得那些雷固醇多 還會骨敷 這麼嚴重? 不…完了街坊廚神大賽 我趕快去看醫生了 不如算了, 簡直氣拳不要參加了 快去醫治這個關節炎 是呀, 那…我不一定中的 或者我是普通風濕 放棄氣拳的話 我…我豈不是不能當廚神? 那你現在兩隻手都動不了 你有信心靠這件和這件幫你受 我…信…心… 教會他們弄古佬蝦琴 只有這麼少時間, 哪能學到這麼多東西 我們連打蛋也不懂 那就要從打蛋開始, 拿蛋泥 媽媽, 但平時你是單手打蛋 這個我們又要學嗎? 基本事, 豈不是哪有資格做廚神 那個徒弟, 你… 一人拿個碗, 開始試打蛋, 試到為止 媽媽, 這樣就叫做教了嗎? 收到 握緊 媽媽, 真是很難 是呀, 媽媽, 我打蛋打得… 我的手腕也有點痛 可能我也有點淚風濕, 性關節炎 媽媽 你別以為假裝病就不用比賽 我這些後援會親戚 每個人都等著我封廚神 原來又是因為親戚 媽媽, 放心吧 就算我們有這個濾風濕性關節炎 我們也會繼續參加比賽, 是嗎? 寶寶 是呀, 媽媽 最多我們改過個名字 不叫醫家群組 我們叫濾風濕群組 大家好, 歡迎收看《醫生與你》 今集有我, 梁肯凌、 Maggie 和容樹行醫生 Patrick 為大家主持節目 上一集我們就講解了 濾風濕性關節炎的各種病徵 其中一樣就是對稱性的發炎 即是說一啪發出來的腫痛 舉例如果我們右手手指有症狀 左手指也應該會發病 是呀, 而剛剛在住影期內 群組在兩邊肩膀都舉不起 是不是真的濾風濕性關節炎呢? 不過我記得上一集說過 濾風濕性關節炎 初發的時候 多數都是集中在一些手指的細關節位 群組好像不是這樣 難道它不是這個餅? 不過不少人即使出現關節痛 都以為是小事 去藥房就這樣買止痛藥就算了 吃止痛藥可能只是暫時舒緩到的痛症 但絕對是治標不治本的 萬一嚴悟了病情 還可以很大件事 好像濾風濕性關節炎那樣 錯過了治療黃金期 真的會造成不可逆轉的身體損害 所以今集我們就會講解 濾風濕性關節炎的診斷 和治療的最佳時機 還請來五位嘉賓 他們包括是香港中文大學 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助理教授蘇浩醫生 還有陳錦華註冊中醫師 註冊物理治療師 楊信誠Desmond 還有兩位濾風濕性關節炎的患者 陳淑宴 還有湯詠文Jovie 歡迎各位 首先我問問蘇醫生 如果你要確診一個病人 是不是患上濾風濕性關節炎 會做甚麼檢查 還有是否靠臨床診斷就可以了 首先我們由病徵到入手 最重要的濾風濕性關節炎 就是對稱性的發炎 小關節的影響 還有有神僵的情況出現 另外我們也會知道 濾風濕性關節炎 那些關節的發炎 還有總象 至少六星期以上的影響 另外我們也會適當抽血 抽血那裡 我們最主要是看有沒有 濾風濕性關節炎 還有一個比較新型的濾風濕性關節炎 而那個學名上 我們就叫做抗CCP抗體 最後最後很重要 我們也要排除其他一些身體的疾病 有時有些疾病真的會 那些症狀 會跟濾風濕性關節炎 會有相似的情況 那問一下陳醫師 你們中醫又如何為 濾風濕性關節炎的病人斷症 其實Maggie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病人 其實已經有一個西醫的診斷 才來找我們 那我相信他們也做了很多的檢查 還有由專科醫生 就斷定了他們的濾風濕性關節炎 另外也有些病人 其實他們來到 就以為他們是退化性關節炎 或者一些肌肉腫痛 但是我們看看 發覺好像不太相似 我們就建議他們去醫生做一些診斷和檢查 如果回到我們中醫的診斷 其實主要是根據他的痛症去分形 譬如他的疼痛是經常高高低低 時壞時差 我們就叫他做行鼻 如果他的痛症是以疼痛為主 我們就叫他做痛鼻 如果他的疼痛不是很厲害 而且他的病情比較長 我們就叫他做著鼻 如果他很後期 骨質有改變 我們就叫他做汪鼻 蘇醫生 大家知道 濾風濕性關節炎 是一個慢性的嚴症疾病 如果我們能夠把握治療黃金期 對於控制病情 就非常有幫助 可否解釋一下 這個治療黃金期是甚麼 這個治療黃金期 我們有時也會叫他做一個窗口期 治療的窗口期 意思是如果我們在某個時間裏面 去醫治的病 我們控制病的把握其實是較高的 通常我們在說 這個期間可能在兩年裏面 意思是如果我在兩年裏面 可以給予一個適切的治療 其實那個後果 那個預後是會是很好的 另外當關節如果真的出現破損的情況的時候 其實我們暫時 西醫上都沒有甚麼治療 可以恢復到這些破損的情況 可能病友長久都會有一些 相應帶出來的一些痛症 所以雷鋒濕性關節炎 就是要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我們今天請了兩位病友上來跟我們分享 他們都有不同的經歷 先跟陳小姐談談 你好像很小就發病了 可否說一下當時的情況是怎樣的 在三歲的時候 突然間膝蓋腫了,很痛 然後家人就跟我去醫院 出入醫院,抽血炎 都不知道是甚麼病 然後開始看私家醫生 就給了一些很好的藥 我吃,是一些淚固醇 後來吃了幾年之後 大約11歲左右 認識了骨科醫生 然後就證實了我是雷鋒濕性關節炎 然後就轉介了去看內科醫生 直至到現在 那吃了幾年的淚固醇 有沒有說有甚麼副作用 它會影響我的髮育 因為只有11歲的時候 是髮育時期 又影響我的骨膚 還有我的人都會小一點 然後到我19歲的時候 換上肩膀 那我現在請教一下容醫生 其實你們骨科醫生 是不是都常為這些 淚固醇性關節炎的病人 做這些換肩膀 或者其他骨科手術呢 都挺常見的 Maggie 其實好像陳小姐這麼說 有些情況就是因為 一些服藥之後 一些併發症、後遺症 比如用淚固醇之後 引致骨膚而需要換膠 無論是肩膀 或者是寬關節 這些都是常見的 但是本身 淚固醇性關節炎本身 其實病情發展較為嚴重的時候 其實我們骨科醫生都可以做一些 譬如換膠手術 可能大家聽過 換膝蓋 換寬關節 換肩膀 或者有時候手手腳腳變形 骨科醫生都可以做一些 僵型的手術 甚至乎很嚴重一些 影響到頸椎 其實骨科醫生都可以出手 去幫病人 那我就跟另一位病人 Jofie 討論一下 你就是比較早發現 和早治療這個病的 可不可以說一下 你當時的情況是怎樣 和是怎樣發現到 自己有這個病 我當時是在2016年年中的時候 開始有骨痛 也有看過針灸和脊衣 都是效用都不大 直至到年底的時候 做了一個 撤除甲狀腺的手術 沒多久就發現骨頭腫了 帶不到戒指炎 很擔心 所以去了急症室求診 之後就證實了 有鋁峰濕關節炎 其實發病到治療 都是大概半年左右 我都覺得是比較快的確診 問回陳小姐 都知道你同時幻想了 另一個免疫系統出問題的疾病 就是紅斑狼瘡症 可不可以說一下現在情況是怎樣 在2020年的6月 突然間兩隻腳就瘀傷了 但是沒有撞傷 接著就到端午節的前一天 就覺得突然間發燒 翻一下工作 接著看醫生 接著醫生就說我 內出血 皮下出血 接著就立刻寫紙入急症 急症室裡面立刻上病房 之後就說我血小板跌到七格 要很危險 要立刻洗血 還有爆了紅斑狼瘡 是很嚴重的紅斑狼瘡 接著就繼續去穩弱去控制 蘇醫生想跟進回陳小姐的情況 是不是患上了 雷風濕性關節病的病人 他本身都是一個免疫系統的問題 而紅斑狼瘡症也是跟免疫系統有關 那這兩者是否有甚麼相關 以及是不是說 雷風濕性關節炎的病人 容易點會患上免疫系統的問題 沒錯 容醫生 其實我們兩者 雷風濕性關節炎和紅斑狼瘡 都是一些自身免疫系統的問題 就是自身免疫系統 他過分活躍 其實他過分活躍的時候 他可以攻擊不同的器官 不同的組織 而雷風濕性關節炎 就是免疫系統攻擊關節 而紅斑狼瘡 就是真的免疫系統 亂到很多不同的組織都會受到影響 而紅斑狼瘡 亦都有一個很常見的 雷風濕性關節炎的其中一個共病 其他的一些共病共同發生的病 就包括可能光彩症 甚至一些例如皮基炎 那些都有這樣的可能性會出現 雷風濕性關節炎 是一個需要長期作戰的慢性疾病 雖然現在沒有一個根治的方法 但只要我們及早治療 就相信可以大大減低病情發展 在治療過程中 物理治療師的介入非常之重要 我想有請我們的註冊 物理治療師楊信誠 Desmond 講解一下 其實在發病的初期和後期 病人都可以接受物理治療 在發病的初期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用一些冷熱膚和電療 就主要減少關節的腫障和彈痛 目的就是使病人休息 但同一時間 我們亦要鍛煉一些 沒有受影響的部位和系統 使病人能夠保持體力 Desmond 我想問一下 是否病情受控之後 就可以將訓練加強呢 沒錯 當病情比較穩定的時候 我們可以增加運動的強度 以及運動的種類 譬如有不同的激力訓練 身為功能訓練等等 使身體的機能和功能 都第二加強從而重拾 以前正常的生活 其實雷鋒濕性關節的病友 都需要長期作戰 身心都挺疲勒 所以醫生 你作為醫生 你會怎樣安撫病人的情緒呢 沒錯 其實我們除了想好好地 控制病人的病情之外 其實一些說話要安撫病人 一些有長期病痛的病人 那個心情其實都很重要 所以行內其實有些說話就是說 我們雷鋒濕科醫生 可能某程度上 說話都會比較溫柔一點 起碼我太太這樣覺得 所以其實我們最主要 就是想好好地控制病情 吃一個適當的藥物 而那個藥物 也不會帶來一個很重要的副作用 而我們可以好好地控制病情 而病人也可以重新投入社會 做回他想做的事 就是我們最主要的治療目標 蘇醫生 我也覺得你是一個很溫柔的醫生 不如問問Jofie 陳小姐 你們這封醫科醫生 是否又是這麼溫柔的 多數都會是 因為醫生除了在報告上 看到我們的發炎指數之外 醫生多數都會很細心地 了解我們關節的狀況 所以我也會覺得 那些醫生是特別細心 和溫柔的 那陳小姐呢 沒錯 真的很溫柔很細心 現在又多了風濕科的姑娘 更加關心我們的病人 今天很感謝各位嘉賓的分享 特別是陳小姐和Jofie 作為過來人 分享自己的患病經歷 令我們明白 及早治療 把握治療黃金期的重要性 Maggie 作為醫生 我很明白病人會感到彷徨 但是也看到很多很堅強的病人 如何用意志和努力去戰勝病魔 下一集我們會繼續討論 究竟雷風濕性關節炎 可以怎樣治療 大家想知道多一點 就不要錯過了 接下來繼續會有醫治療的環節 大家一起看看這集有甚麼好介紹 黃婆婆今年71歲 這20年她都受到退化性關節炎 所帶來的痛楚潛擾 平時很痛 我就會去找物理治療師 痛起來 真的不想出街了 食指痛藥都有副作用 試過越吃越多份量 治標不是治本 平時有拉下筋 這個病會影響我的 好像我們喜歡玩 那些痛起來 就變成出不了街了 黃老師你好 你好 黃先生 今天幫你做一個 側關節的生殖檢查 有沒有 旁邊看 右腳是伸不直的 差一點點 這邊是高一點的 這裡有一個胸部下去的 膝蓋骨是關曲了一點的 其實黃婆婆的膝蓋骨 也是一個中期節目期的 退化性關節炎 她的病徵也很明顯 有個痛症 有個僵癌 症癌、腫脹 也影響了一生生活 保守療程的方法 其實她也試過很多種 即是施不止痛藥 或是你治療 她也做過微創手術 看看內部的組織 清理它 也是一個治標不治本的醫療方法 人工室關節手術 是將退化的軟骨披披 把金屬和膠的硬件代替了軟骨 很多病人 長者都有擔憂手術的風險 成功率和後遺症等 受退化性關節炎影響的病人 可以選擇接受關節致緩手術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願意 做手術 第一 對身體 就是一個很大的負荷 對於金錢方面 在我們這方面 都覺得是一個負擔 所以盡量希望 不用做手術 可以幫到我日常 即是自己的活動 香港中文大學 16年開始 研發的家用膝關節治療宜 針對王婆婆 這類患有退化性關節炎的病人 這個儀器可以按摩 同時結合熱力和藥激光 所使用的激光功能密度 符合醫用激光範圍 我們自主設計了一個激光芯片 它能夠有效形成 一個醫用範圍的一個醫用激光 它的功率密度 可以達到20到40毫毫每平方厘米 另外就是它能夠保證 整個膝關節的溫度 可以達到就是FDA規定的一個溫度範圍之類 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裝置主要是瞄準在這個位置 激光能夠刺透皮膚組織 然後直接倒達關節腔類 就是幫助關節腔類的組織形成一個修復的作用 同時外面有這個滾輪 這個滾輪它能夠提供一個自轉及公轉 達到一個物理刺激的一個力 它能夠就是作用於膝關節後側的國窩 然後沿著小腿至國窩至大腿的方向 形成一個循環往復的一個應力 幫助它進行一個類似於按摩效果的一個作用力在上面 我們跟現在市面上一些產品的一個主要區別 首先是市面上可能主要針對的是膝關節前側以及側面 這些可能就會被膝關節上面的一個冰骨或者骨頭給擋住 我們主要是針對國窩後側的一個設計 隨著醫療系統所面對的壓力增加 團隊希望家用儀器能夠令到病人更快和更易舒緩痛楚 這個醫院的設備 這個醫生啊 護士啊 畢竟相對來說和我們這個疾病的比例來講非常少 所以病人排氣非常難 那麼如果說在醫生的指導下在家裡使用 那又方便 尤其是不受時間的限制 根據自己的情況進行調整等等 這個計劃的臨床實驗邀請了43個60至90歲 受到退化性關節炎問題影響的人士參與 他們每個星期帶儀器兩次 每次30分鐘 兩個月後患者的病情好轉 疼痛和膝蓋僵硬等的情況都有改善 就算停了用治療宜 之後兩個月患者的病情並沒有明顯的反彈 就是舒緩的痛苦 他們走路就走得不錯 雖然都是咳咳咳咳咳 但還是沒有那麼痛 帶了那一段時間 走路可以走遠一點 上級級也快點 這個儀器還等著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認證 團隊也正研發人工智能技術 系統能夠根據患者的症狀 調節治療宜的強度 更徹合患者需要 對象徵我來說 非常非常是 軟體的問題 要不擁有 有不擁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